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借琳 新闻一开始继续跟进 艺人装群师促世相关消息 城市间最令人难受的是 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装群师的父母原本计划好 在百年之后进行土葬 和亲戚在同一个坟场作伴 不过因为装群师的突然离去 让两老改变初衷 决定选择以后过去的时候火葬 以便和将会进行火葬的女儿 装群师作伴 装群师的姐姐装群艳 尽早告诉媒体 父母本来已经在九英里公种 购买了双人墓地 不过装群师的变故 让两人改变想法 她说群师逝世后 一家人有在讨论 要让妹妹土葬还是火葬 但最后妈妈说 群师不喜欢 她要干净 怎么样都还是要火化 因此最终决定让群师火化 骨灰安奉亚罗士打五百郎太平山庄 她也说 因为是群师先去世 爸妈放不下妹妹一个人 一定要陪着妹妹 庄群艳说 他们在接获群师的死讯后 一开始不敢直接告诉父母 担心他们接受不了 因此把父母都带回家里后 才面对面说清楚 母亲眼水来 昨天哭了一整天 整个人都虚脱 父亲则比较坚强 但也很担心她 把所有的情绪 都憋在心里不好受 另外家属也呼吁民众 专账桑李伯金 请认准家属的银行户头账号 借物掉入诈骗陷阱 庄群师虽然才37岁 但其实已经出道30年 期间发了无数专辑和歌曲 当中她和艺人王水晶 所发行的专辑 双星报喜大卖 还获得了双白金专辑奖 而从庄群师小时候刚出道 就开始帮她拍摄MV的导演 谭奇少说 庄群师从小就很乖 很聪明 学习东西也很快 谭奇少今天连同艺人林毅婷 来到桑府 向庄群师表达最后的敬意 两人都泪洒灵堂 昨天刚开张营业的TRX交易商场 今早部分商店突然停电 一些商家更是停电近三个小时 直到今天下午 电源供应才恢复正常 而受到影响的部分商家 因为无法使用收银机开单做生意 只能眼睁睁 看着顾客人来人往 生意却白白溜走 有苦说不出 中国报记者走访现场发现 TRX交易商场的一楼店面 一半有店员 一半则发生电线短路 受影响的店面中 包括不少服装及餐饮店 此外 商场内的部分手扶梯也受影响 无法正常运作 不过仍没有影响民众前去逛街 现场依旧人潮汹涌 商场保安透露 停电是因电线短路造成的 商场已在地时间联络相关维修员 到场进行抢修工作 而TRX Atchance公关经理卡桑达拉说 今早该公务中心面对的断电事故 在施发后约20分钟已经解决 并没有带来太大影响 TRX交易商场也在近5月1点 在面子书发文告指 该商场已全面恢复电力 经历三小时多的停电事故后 TRX交易商场的店员 在今天下午已经全面恢复供应 商家业者早常开店做生意 到了下午2点 由于是上班族午餐时间 人潮已越来越多 不过遭遇停电问题的 一家奶茶店旗下旅员工申诉 今早有水没电 员工们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整个早上卖不出一杯饮料 因此从开店到店员恢复供应期间 他们的盈利基本上是零 另一名不愿居民的服装店 女店员也透露 停电导致收银机无法使用 因此员工无法开单做生意 记者郑金华采访报导 沙巴水井行动部队 导破一宗海上走私活动 起获大批海归残骸和海产干货等 价值超过500万令吉 沙巴水井行动部队指挥官 阿末阿里芬助理总监说 水井是在昨天早上11点15分 在芒西郊一带破获有关物品 一支水井部队当时在有关海域进行任务时 发现一艘可疑鱼龙船 于是上监检查 不料船只见状 立刻转头航向芒西郊潜滩 接着四名男子从船上跳下海 往潜滩逃走 同时有一艘蹦船接应四人上船后 立刻朝大马和菲律宾边界海域 及时而去 水井检查发现 从鱼龙船起货的物品中 单单是干海归肉就有9吨 另有各种海产干货 包括贝列2吨 海参90公斤 海马150公斤 海藻80公斤 鱼翅5公斤 和石斑云200公斤 此外还有一些新鲜鱼货和燕窝 太太染上毒瘾 还向大耳龙借贷玩网上赌博 电照车司机为了帮妻子还债 竟然也向大耳龙借贷 结果夫妻两人皆被债务缠身 施主中之财说 她在今年10月初 发现太太向大耳龙借贷 用手机玩网上赌博 太太前后借贷四次 她帮忙还款三次 共一万八千令吉 这要多的我不清楚 因为现在还有第四次 但是第四次来讲 我不会帮她玩 因为现在我想 各位大宗可以给个帮帮我 她就帮忙我 帮我老婆比较怎样 办法清醒过来 雪州社青团公共服务与投诉局主任 李文斌也促请戒赌团体伸出援手 协助侍主的太太戒赌 一名印翼公友因为不满妻子没做饭 而丢椅子 智商妻子罪成 原本被判坐牢六年打一边 控方不满刑罚太轻而上诉至高庭 不料高庭反而裁定让被告减刑 最后被告只需坐牢四年 合打一边 控重指42岁被告梅格德仁 在去年3月18号中午12点10分 在霹雳江沙新秀活从祖村的住家 丢塑料椅子 致伤38岁妻子加纳基 抵触刑事法典的持武器伤人条文 根据案情 被告于22号被控上江沙地亭时 俯首认罪 被判坐牢六年加鞭斥一下 但是主控官凯鲁副检察司 部门判刑上诉至太平高庭 并要求加重刑罚 被告代表律师西华多雷 则指被告事后深感后悔并认罪 还需要照顾四名孩子 请求法庭不要加重刑罚 高庭法官罗威娜 聆听控辩双方陈词后 判被告减刑 只需要坐牢四年加鞭斥一下 青年于三年前被控谋杀叔叔 高庭法官鉴于被告患有精神分裂症 干案时神志不清 判被告无罪释放 不过需要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控状职33岁的被告阿莫达米基 在2020年11月10号早上8点到下午4点期间 在霹雳上霹雳县一例的肝绑碧殃一间屋子 蓄意杀死64岁的乌裔男子阿莫哈林 敌出刑事法典谋杀条文 高庭法官罗威娜下判时 引述医务人员的公证 显示被告是一名精神病患者 并且染上毒瘾 干案时失去理智 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即干的是犯法之事 划旺伤在发生老虎咬死人事件 一名印尼外劳遗遭老虎袭击 昨天被发现毕命在橡胶园里 尸体残缺不全 吉兰丹野生动物保护与国交公园局 今天确认 袭击印尼外劳致死的是一条条文虎 化妄生警区主任薛春福 昨天晚上发文告说 警方是在昨天下午1点半 接获一名橡胶园老板的失踪案投报 指一名橡胶工人疑似被老虎袭击而失踪 警方之后和野生动物保护及国交公园局 和当地居民一同找人 于下午5点左右 在甘板刮拉斗香蕉园的一辆摩托 约200公尺处 找到36岁的印尼劳工西亚巴尼的遗体 当时他失去右手 颈部有伤 一双脚的大脚趾也受到重创 吉兰丹野生动物保护与国交公园局主任 磨哈莫哈菲今天发文告说 调查发现袭击死者的老虎是条文虎 他说该局本月20号曾接到投报 只在当地曾发现虎宗 于是在10个热点区设置陷阱和安装摄像头 荣佛居鸾加亨居民派设到小野像 晚间在斯里木迪至加亨路中央徘徊 甚至还追车子 吓得司机倒车 网传视频可以看到 小野像当时相信是在路中央觅食 而司机用汽车大灯照向前方 可能因此激怒了小野像 导致他追逐车子 过程中 自机吓得关掉汽车音响 开启紧急信号灯 并紧急倒车 而可能是讯号灯的声响 吓到小野像停止追逐 后来叫车关掉照明灯 野像才开始离开路中央 走向路边丛林 另一则视频则拍到 有树头成年野像和小野像 在甘榜斯里木底附近的住家徘徊 由美国外交教父之称的美国前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 周三在康涅狄格州的住家去世 享年100岁 基辛格是上个世纪70年代策划美中关系 正常化的地缘战略推手 从对共产中国敞开大门 策划越战中局 基辛格发挥的外交影响力 堪称空前绝后 他也因为完成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 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而中国人民敬重基辛格 多人纷纷在社交平台留言悼念他的离世 包括感叹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英国英格兰中部城市诺丁汉市议会 在2023到2024年财政年度超之2300万英镑 也就是约1亿3000万令吉 当第29号宣布破产 将停止法律规定服务之外的所有支出 中国外交部周四 针对解决尾巴冲突发表立场文件 提出五项建议 内容包括双方全面停火指战 反对强行迁移巴勒斯坦平民 确保人道援助 联合国安理会应要求双方保持克制 并回归1967年的巴勒斯坦建国两国方案 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延长停火 互相交换扣押人员如火如荼 展开谈判之际 突然传出年仅10个月大 加萨人之中年纪最小的以色列男婴遇难的消息 哈马斯卡桑旅周三称 10个月大的以色列男婴比巴斯和他4岁的哥哥阿里尔 母亲西里被绑架至加萨后 不幸在乙军的空袭中丧生 不过发言人未有提供任何直接证据 越南首都河内市周三遭遇入秋以来最严重的空气污染 全市空气品质指标普遍处在不健康至非常不健康的程度 一度位列全球空气污染第二严重城市 仅次于巴基斯坦的拉荷尔 掌控阿富汗政权的塔利班政府对妇女有许多禁令和限制 包括禁止妇女在公共场所锻炼体能 而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内的一群妇女 爱与政府规定只能选择在一个秘密地点学习跆拳道 新闻的最后带您一睹难得一见的阿富汗妇女练武的画面 我是借琳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